班里转来一名女生,同学们正在孤立她,而我渐渐发现不是同学们孤立她,而是只有我能看见她,直到我得知西班班归第五条,西班没有穿红色校服的女生如有看到,请立即上报教务处。 我转学,进入新的班级,进入学校的第一天,班里学生都去上体育课了,空荡荡的教室没有人。 班主任让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,等待体育课结束。 我刚坐下不久,一个身穿红色校服的女生坐在离我一个过道之隔的位置上,她短发娃娃脸,眼睛里有着划不开的忧郁,她淡淡的看了我一眼。 亲爱的。 我点点头。 幸会,我叫杨玲。 她干脆利落,不带一点感情色彩。 比人丸子,我不善言辞,只能点头示意。 我们交换名字之后,就再也没有说话了,她自顾自的拿起了书,我四处张望。 这个楼是一个环形楼,如同一个巨大的罐子,窗外是平房状的食堂。 这间教室有些年代了,墙上的墙皮有些脱落。 我在胡墙皮的旨里发现了西班的班归,第一条,醒于早上六点起床。 七点前,完成早餐等事宜,七点准时到达教室。 第二条,早读开始后,方课打开窗帘,晚上九点下课,最后一人请拉上窗帘。 第三条,非化学课时间及必要情况,请不要待在化学实验室。 第四条,天黑前必须离开图书馆,不要遵循图书馆的开放时间。 第五条,班级里没有穿红色校服的女生,如有看到,请上报教务处。 第六条,任何人不得在上午七点到晚上九点前滞留在宿舍楼。 第七条,请务必遵守上述规则,切记切记。 看到第五条,我心里一惊,杨玲就是穿着红色校服,但我对这个学校完全处于未知状态,无法相信面前的一切情况。 杨玲似乎看到我在盯着她,她突然笑了,她的笑容中带着一点神秘,神秘的有些吓人。 你知道这个学校的传说吗? 我愣愣地摇摇头,杨玲凑近我,故弄玄虚道。 这座学校啊,曾经死了三个学姐,分别被三种校园暴力所害,所以在这里迟迟不肯离去。 每年都要举行一场血脂期中考试,审判这一年的罪恶,不举行的话大家都会死。 今年马上就要开始了哦。 恐惧如腾起的风一样爬上我的脊梁。 同学们陆续回来了,三三两两地打量我,却没有人看向杨玲的方向。 保护杨玲不存在一般。 而我发现了一个胆寒的事情,这里的女生校服也是灰色的,真的没有红色校服。 很显然,一个过道之隔的杨玲看出了我的惊恐。 她还是视笑非笑地打量着我。 你要去校务处告发我吗? 我甩开她的眼神,逼自己盯着桌子,不敢抬头。 桌子上刻着一行小字,不要举报穿红色校服的女生,不要。 我的汗已经逼出来了,父母究竟把我送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 班主任介绍完,我就开始上课了,而我使劲低着头,不敢再看杨玲。 终于下课了。